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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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觀哉解功德利益 尊敬的主義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呢 雖然我們的佛二 無法在這個會場聚會 跟大家來一起修行 誦經念佛 受八觀哉解 但是 最主要的 遠離 生死之苦 這樣的精神呢 無論我們在哪裡學習 修學 修學 念佛 修道 只要我們能夠依教奉行 我們都能夠成就的 阿彌陀佛 那今天我們佛二呢 之前呢 先為大家來傳授這個八觀哉解 我們很多人呢 在這個生活上裡面呢 遺到一些禁言 都是隨著自己的习氣 不斷的去造業 對我們學佛的人呢 其實這種事情呢 很清楚的 可是對一般的人呢 他不認為 所以 五量節以來 生生世世我們國法 離苦得樂 超越六道輪迴啊 都是跟我們的习氣 有關係的 經過我們的身口一三夜 隨著自己的习氣 不斷的去造業 那今天特別是我們念佛的人 這一生有一種心想 嚮往 親見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想要離苦得樂 如果我們沒有克服的話呢 它會變成我們的障礙 那這一生我們這個佛號就白念了 那這一生來到這個世間 又白來了 那怎麼來克服呢 釋迦牟尼佛獎金說法有八萬四千的方法 包括我們念佛這個方法 有八萬四千的方法 那為什麼 成就的人少了 成就的人少了 你是沒有辦法成就的 就算你有修 你所修的善 它不是在三善道的 也無法能夠帶到我們超越六道的 所以要怎麼樣來克服呢 釋迦牟尼佛就是用這個八萬齋戒 來幫助我們 用戒來克服 而且八萬齋戒的功德太大了 太多了 如果在經上裡面 釋迦牟尼佛 為我們把這個八萬齋戒 能夠在一日一夜當中 你真的能夠清靜心來持戒 來受持這個八萬齋戒 那個功德太大了 像《要四經》 《要四經》 有一段經文告訴我們 若有一切眾生想要解除疾病之痛苦 你要遠離這個病苦 有一個方法是非常好 而且很快 是什麼呢? 塑持八萬齋戒 這個是在《要四經》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反正想懺悔罪障的人 應該塑持這個八萬齋戒 你看那個《幽婆社》 《幽婆社界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塑持八戒 除五逆重罪 其他罪障都能夠消除的 包括我們的病苦 這個講得很清楚的 而且這些功德 而且這些功德是太大了 比如說有一些人 我想這一生能夠免除恒禍 反正想要平安 自身家俊 平安 吉祥 永眠 受種種各種的災禍 只要你能夠授持這個八觀齋戒 只要你能夠真正的授持這個八觀齋戒 這個是從功德來講 先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在《四天王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凡是受持八觀齋戒的地方 惡鬼必然遠離 來障礙我們 來障礙我們的 特別是我們寮念佛王身西方 他會遠離我們遠遠的 恥住必定平安無事 你所居住的地方 確實真的有這樣的功德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能夠在六災日裡面 在六災日裡面可以選擇 選擇哪一天 這六天裡面一個選擇 你真正能夠落實在這個八觀齋戒當中 你的福報必定增長 你的災難必然消除的 確實八觀齋戒的功德有這麼大呀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想要 釋迦牟尼佛慈飛給你這個方法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來講一講來說明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受持八觀齋戒 八觀齋戒要如何來受持 來行持 所以選擇一些主要性來給大家分享 讓大家能夠對這個八觀齋戒能夠明瞭 能夠了解 因為很多人認為 所見 對我們一般的反覆很麻煩 不自在 就好像綁鎖綁腳一樣 左也不行 右也不行 上也不行 下也不行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什麼都不行 講話也不行 吃東西也不行 聽歌又不行 跳舞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感覺好像這個受八觀齋戒好像過得很辛苦的 自做自做 很多人就認為 就認為說這個八觀齋戒太苦了 其實它只有一日一夜而已 一天而已喔 但是你獲得這個功德有多大 太大了 你要一個付出的代價 你看 如果有這種的理念的想法說明什麼 說明我們的喜氣太重了 我們的業障深重 如果真正能夠持久了 那持久了 你感覺持久真的對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這個是真的耶 像我們這個末法時代 很多人有一些擔心 如果有人擔心 因是 因為這個世代的 的動亂 讓我們呢 感召了 塑基 飢餓之苦 那我們該怎麼辦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能夠 塑辭八觀齋戒 為什麼 一天喔 你能夠塑辭這個八觀齋戒 真的是清淨行齒的話 你那個功德有多大 六十萬是不愁吃穿的國報 就是依實無憂 就是依實無憂啊 這個就是我們 所看到的 佛在經典裡面為我們講 你能夠一日一夜 清淨受持八觀齋戒 你就有這樣的果報 六十萬事 你不用擔心 而且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這 觀五量受佛經 在五量受經 也是講得很清楚啊 你能夠在一日一夜清淨 你的果報 你這個福報有多大 勝過五量受果為三百歲 一百年呢 那個福報有多大 從我們念佛的人 這一生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如果你真的 來受持這個八觀齋戒 你這一生當中 將來往生西方 是什麼樣的品味 忠品忠生的啊 那個太大了 真的 所以有一些問題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 真的 為什麼我們要來受持這個八觀齋戒 等一下會跟大家慢慢來講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讓大家能夠明白 對於這個八觀齋戒 我們要怎麼樣來行持 我們用什麼心態來行持 才能夠獲得有這樣的大的功德 我們要怎麼樣來修持 你看剛才我們念八觀齋戒 最後的 我當誰學誰做誰吃 我當什麼 我應當 要好好來學習 不論在學習當中 我們會放過失 沒關係 不用去怕有放過失 最怕的是什麼呢 在過失當中 在我們的過失的當中 你能夠懺悔 那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知錯 我們改錯 沒關係 佛不會怪罪我們的 只要你能夠有這種的精神 無論你怎麼樣的修行 你都會有很大的成就的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因應當好好來學習 應當好好來行持 應當要好好落實 所以 在八觀齋戒 剛才有告訴我們 此即我八之學處 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 什麼叫做學處 學處是指借利的意思 八字都是指八條 你能夠指八條裡面 好好去落實 一任一夜的功德 有這麼大 你看這個經上裡面 有一些故事 比如說 幽陀江王夫人 她的夫人 在臨終的時候 病以為基 很嚴重 生病很嚴重的 她的夫人 很嚴重 業障深重 但是最後 因為她臨終的時候 在前一天受這個八觀齋戒 離開這個世間 死後呢 生在哪裡 生在天上 她本來要墮地獄的 你看她的功德有多大 所以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 那這個功德有這麼大的功德 靠的是什麼 剛才講了 我當誰取誰做誰取 很多人對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誤解 誤解什麼 我這個功德這麼大 六十萬是一十五優 又能夠消除業障 又不能讓我們 這一孫又不躲在三二道 而且在五量壽經 又告訴我們 超過你在西方 吉德斯基 修功德 一百年 那我今天我好好來 塑持這個八觀齋戒 但是你塑持八觀齋戒 你放任 你沒有真的 認真去學習 你能夠獲得這樣的功德嗎 該吃飯的吃飯 該跳舞的跳舞 該唱歌的唱歌 該講電話的講電話 看手機 你能獲得功德嗎 不可能啊 很多人說八觀齋戒 手機照看 電視照看 對不對 聊天該聊天 講話該講話 該做的做 不該做的不該做 通通去犯 能夠獲得這樣的功德嗎 然後獲不了這個功德 又得不到平安 又怪誰 怪佛菩薩 也會佛菩薩騙我們 打妄語 我們眾生很可憐就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是從這個角度 從這個功德 這個方面來講 所以你想要獲得這樣的功德 你要付出代價 什麼付出代價 你要真的用功 因為時間很短 一日而夜而已啊 太短了 你在這一天好好念佛 好好誦經 好好聽經 好好拜禅 你把這個功德 回向個虛空法界一切眾生 不但一切眾生能夠得到利益 而且自己得到利益很大 你為什麼不行此呢 所以 幫助我們克服我們的煩惱 幫助我們克服我們的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行為 不善的意願 克服我們種種的造的業 最好的方法 你一定要從今開始 所以很多人問 說師父八觀齋戒 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 制定這個八觀齋戒 佛制定這個八觀齋戒 都是為在家弟子 所制定暫時出家的血处啊 為什麼要為大家 特別是在家居士 所制定這八條戒 因為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在生團裡面 他們的生活啊 很非常的羡慕 過那一種很清靜的生活 過那一種很無油無力的生活 過那一種很快樂 沒有煩惱的生活 所以洗了一個很羡慕的心 想要過那一種生活 但是俗緣又未了 又不能離開這個家庭 那怎麼辦呢 所以到這個生團去找釋迦牟尼佛 請教釋迦牟尼佛 有沒有依法讓我們在家居士 能夠這一天裡面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 要能夠獲得你的生活能夠清淨 而能夠獲得在這個生活裡面 能夠讓我們的煩惱減輕 增加我們的智慧 而在這個生活裡面 能夠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 請教佛陀有沒有依法能夠幫助我們 特別在家居士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告訴大家 有依法 這依法叫什麼 叫八關在戒 所以這一天裡面 你們離開家裡 到哪裡 到生團 到生團裡面 來受八關在戒 但是在這一天裡面 你一定在生團裡面 跟我們這些出家人 跟這些生團聚會一處 一起什麼? 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聽經 一起來修學 一起來經濟 一起來用功 你這一天裡面 一日一夜 所以在佛陀 在那個時候 傳說八關在戒 都是一對一的 比如說女眾 有女眾的招待手 男眾有男眾的招待手 都是一對一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釋迦牟尼佛在世的 他的生團 他的規模太大 你看哦 佛的藏水弟子 有一千兩百五十五個人 所以能夠做得到 女眾的女眾 男眾的男眾 可以分開的 都是分開住 分開的 去受這個八關在戒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是沒辦法的 我們這個時代 傳說八關在戒 一對一 比如說今天來的三百個人 那我要傳到什麼時候啊? 是不是這樣呢? 一個一個來 證據是你排第一 老賽你排第二 或者哪些句是你排第三 一個一個來 他傳到最後呢? 他什麼時候念佛啊? 所以只要如理如法 一次性都能夠給大家傳說這個八關在戒 以前是南裡分開的 現在能夠南裡的混在一起的 那是不是不如法呢? 不是的 時代的變化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哦 所以 剛才已經講過 學處 學處在佛門裡面 稱為什麼? 都是稱為 怎麼樣? 這個團體 就是這個生團裡面呢 都是持戒的 這個叫學處 就是指倔力的一些 就是指我們這個生團裡面 這個團體裡面 他們大家都是有持戒的 譬如說 有沙弥學處 比丘學處 菩薩學處 沙弥聚力 比丘聚力 菩薩聚力 就是這樣的 所以 從這個八關在戒的由來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釋迦牟尼佛為什麼為我們指定 對於在家就是暫時出家的那一個生活 所以為了我們指定這個八關在戒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由來 所以不是亂來的 都有由因的 釋迦牟尼佛為我們所說的一切法 第一個都是為大眾利益的 不是為自己的利益 那八關在戒的意思 最主要的為什麼我們要受八關在戒 它就是能夠防非之惡之作用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能夠做持真的來持這個八關在戒 它能夠幫助我們什麼 可防止我們的身口一三月 避免去造業 而能夠變得關閉 惡道之門 它有這樣的作用 我們的身口一每一天不斷的每一分每一秒 有時候在外面的境界 在內心的五毒 貪成是曼玉 再加上的自私自利明文利養 再加上外面的五一六成 不斷的這個身口一因為迷失了 因為迷惑了不斷的去造業 藉能夠幫助我們這個方法 克服我們這樣的喜氣 不讓我們的身口一這麼容易 去造業 很多人對這個方面沒有真的去著重這個問題 所以八關在戒前面的是七條 七條是戒 後面一條是什麼呢? 就是不非死死 所以叫做災 所以合起來叫做什麼呢? 八關在戒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雖然後面這一條不非死死 稱為災 但是在八關在戒裡面 它是一個具體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都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認為災就是指一等於我吃素 不是 災去叫我們什麼? 災叫人要修清淨心 吃素的人不一定心有清淨 心清淨的人天天都是吃素的 無論你吃的、飲用的 跟一般人都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啊 六災日啊 我要吃素啊 災日啊 著重在吃素 代表外表 著重在外表 他沒有著重他的內心 他的內心主要是什麼呢? 在八關在戒裡面 最主要的具體就是要教你修清淨心的 只有清淨心才能夠幫助我們消除業 只有清淨心才能夠真的幫助一個人這一生 就是要真正發願念佛求生激方的 就跟你修這個東西啊 所以很多人說師父啊 這個八關在戒在什麼時候來受持呢? 佛陀在世的時候 他有指定這個 指定什麼呢? 指定每一月 這六災日裡面來受持 就是出發 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 這六天裡面 你們可以選擇一天 這六天裡面你可以選擇 一天或者兩天或者三天 或者這六天通通圓滿 你來受持這個八關在戒 因為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制定這個 有些在家居士 我要受持八關在戒 釋迦牟尼佛制定在六災日 這六災日 你們可以到這個生團裡面 來受持這個八關在戒 跟這些出家人一起 過出家人的生活 過那種清淨的生活 那有人問啊 師父 現在這個時代啊 都不一樣 我們大家都忙著要賺錢工作 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們都要去忙 去做一些家務種種的 那禮拜六、禮拜天 除了六災日 在禮拜天 禮拜天 禮拜天 我們能不能來受持八關在戒 可以啊 你在家裡都可以受持 不用到生團裡面 只要你如理如法 家裡有佛像 你用你的心 你來接受這個八關在戒 你好好來行使 都可以的 那沒有法治怎麼辦 沒關係啊 自己可以自受啊 無所謂啊 所以 法不定法的 只要你有空 今天剛好我有空 我來受持 讓這個八關在戒 能夠 對我在日常生活 能夠取大的作用 沒關係啊 你能夠這樣做的 無所謂 所以在六災日裡面 你可以選擇哪一天 只要你適合的 你可以選一天 無所謂 像我自己本身 每個星期四 我會選擇來受八關在戒 定在禮星期四 或者定在星期二 平常都是定在這個世界 所以 都是法不定法的 那八關在戒的用意在哪裡呢 令我們在家學佛弟子 能夠溫習長陽出世的上根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切善啊 都是從戒而生的 你今天想要斷惡修善 用什麼方法 持戒 至少五戒 你能夠以這個五戒 來幫助我們 在修行當中 或者在八關在戒裡面 能夠來幫助我們 在這個念佛當中 它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們用一切的標準 你所行的善啊 有時候會走偏的 真的耶 你不要以為讓他看到一些人 在行善的時候 他真的行善嗎 叫他布施 他布施 叫他幫助別人去幫助別人 他有沒有真的在行善 從外表看起來好像是 但是從內表看起來也不一定 因為善的標準是什麼 善的標準都是以大眾為利益的 如果以自己的利益來行善 那個不是真善 而是行這種的善啊 都是在善惡到享福的 不是在畜生到 都是在餓鬼到 只要這個善 為大眾的利益 不是為自己的 那八關在戒 都是為大眾的利益啊 所以 很多事情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啊 今天 釋迦摩尼佛要入涅槃的時候 你看啊 釋迦摩尼佛要入涅槃 阿南尊者 來問釋迦摩尼佛 佛陀啊 你老人家今天要入涅槃呢 你要離開我們這個世界 你要離開我們 將來誰以我們作文的老師 大家都知道 釋迦摩尼佛在 《大巴涅槃經》裡面 講得很清楚啊 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耶 你想一想 一個生團裡面 如果沒有以戒為師 這個生團會出什麼問題啊 會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耶 佛法能不能兴旺 沒辦法 佛法一定衰弱的 甚至於可能會被人家排斥 因為他沒有根啊 一個出家人 如果沒有以戒為師 他會走錯嗎 會走錯啊 像我們一個家庭 很多人說 師父我想在這個家庭 我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快樂的家庭 健康的家庭 美滿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我從哪裡開始 五屆開始 五屆能夠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健康的家庭 快樂的家庭 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避免 造一些能夠影響你的家庭 你的生活 種種的 你看現在這個社會上 為什麼裏分率很高 前幾天才解分 過幾天又裏分了 有些人解分幾十年了 到最後要裏分 家裡孩子還小 很多 突然間要裏分 什麼原因 現在最大的原因是從哪裡 不協 不協 就是協影的關係嗎 這五屆裡面 在這個家庭裡面 我們能夠互相配合 一起來學習 無論我們在選哪一條 都能夠對我們這個家庭很大的幫助的 能夠幫助這個家庭 帶來幸福美滿的快樂 它是一個明燈能夠指點眾生的迷路 幫助眾生能夠得到幸福 得到解脫 得到快樂 這個就是戒的作用 一個國家 連領導都不守法 人民不守法 該殺的殺 該騙的騙 你說這個國家是不是會完蛋了 一定完蛋了 所以佛為什麼要制定這個戒呢 就是幫助我們避免不要去造業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有人問 說師父我今天想要受死八關災戒 在災裡面 災就是叫你過我不死嘛 過我不死當中呢 我幾點不可以吃東西 到幾點我才能夠吃東西 哪一些我要避免的 像有一些人說師父 我哪一些東西可以喝 哪一些東西不可以喝呢 大家知道嗎 有人說啊 哎呀 受這個八關災戒 反正啊 像豆漿啊 還有牛奶啊 糕餅啊 蛋糕啊 種種的啊 你說 可不可以吃嗎 還不行啊 有人說我說八關災戒 過了十二點之後 以十二點為標準 什麼時候可能 什麼樣的飲料能不能喝 蜂蜜也可以啊 糖漿 或者一些 水糖 果汁 這個沒關係啊 但是有些說師父我身體不健康 我需要吃藥 但是吃藥之前我需要飲食 沒關係啊 可以開界的 開圓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身體很健康 沒有病 我們受這個八關在一起 那你要好好熟吃 有一些能夠避免的 面食的東西 你要避免 牛奶啊 豆漿啊 這一些 我們一定要避免的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 只要 這些飲食 為什麼我們要過不食 其實主要性的呢 讓我們這個心啊 啊 不要被外面這一些 因為飲食的關係 擾亂我們的清淨心 用意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沒有聽說釋迦牟尼佛的精涉 有廚房 沒有啊 每天都是在外面脱波 吃人家送什麼 人家給什麼就吃什麼 沒有 沒有 不像我們 現在的道場 每個道場都有廚房 對不對 你想要吃泡麵 泡麵就在櫃子裡面 什麼都有 你喜歡喝什麼飲料 飲料都有 像以前佛陀也沒有說啊 可樂 或者一些飲料 是不是可以喝嗎 太多的藉口了 因為這個飲食的習慣了 你能夠克服你那個心 就容易得到清淨了 真的 而且將來 你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也幫助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忙 所以這個飲食呢 說實在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避免得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修行 你真的去用功 那個能量的消化不多啊 真的耶 今天為什麼我們的能量消化很大 就是因為我們的妄念太大了 妄想太多了嘛 你看以前的修行人 那個阿羅漢 三個月半年都不用吃飯的 為什麼呢 以產業為始啊 心都在定嘛 你心定了 你心清淨了 還需要飲食嗎 不需要了 所以為什麼西方極樂世界 在48月裡面有 失一得一 事實得是這一條 就是因為眾生的習性嘛 眾生的習慣 早上起來 欸 我要喝什麼 我要吃什麼 有這種的習慣嘛 但是一個清淨心的人呢 他投一個念頭出來 他沒有這個飲食的觀念 所以 有修跟沒有修有區別啊 所以這個八觀災界裡面呢 有一些主要性我們去留意一下 像第一條不殺身 時間很短 簡單給大家說明 你看第一條不殺身 釋迦牟尼佛第一條 為什麼要制定在 第一條不殺身 是一個大 是一條大界 不殺身這一條 用簡單 一些沒辦法詳細給大家說明 不殺身它的好處太多耶 它的好處太大了 比如說 你能夠把這一條持好 否告訴我們什麼 你要避免 地獄之門啊 能夠避免我們 在這一心將來能夠 墮在這個地獄這一道 避免 你看這六道裡面 最苦的是什麼 在地獄 特別在五間地獄 五間地獄是從哪裡來的 第一條 殺父殺母而來的 你看我們這個時代 對父母的傷害 對父母的 甚至以來殺害 這個時代已經很多了 所以這個眼淫 才有這個五間地獄 你想一想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地獄是很苦的 你看那個地獄菩薩本願經 那個普賢菩薩第四品 問地獄王菩薩 也代表我們來問地獄王菩薩 他說地獄的情形是怎麼樣的 他的生活環境是怎麼樣的 地獄菩薩怎麼回答呢 他說如果不是長者來問這個問題 我也不忍心為大家說明這個地獄的狀況 而且地獄菩薩 在地獄菩薩本願經裡面 所介紹的這些地獄的情形 都是皮毛而已 都是那種最 一般的簡單來講 已經苦不堪圓了 如果真的要講地獄的情形 那五量節都講不完的 所以楞言經佛告訴我們 人千萬不要躲在地獄 人一躲地獄容易進去不容易出來 那個是很苦苦不堪圓的 所以地獄王菩薩為什麼發怨 發大心 大食大悲 在這個六道裡面 到哪裡去度眾生 到地獄道去度眾生 太苦了 苦不堪圓的 能夠避免這個 那個地獄真的很苦啊 能夠避免我們眾生 能夠進入地獄之門 你想一想一個人 因為你不善的行為 不善的念頭 然後來殺害他 結束他的生命 這種人 該不該躲落地獄 應當躲在地獄的 這個是真實的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得人生容易 得人生不容易 而在這個人生當中 能夠穩到佛法 突然間 因為你的不善的念頭 因為你的可能的 不善的行為 產生了基督 你把這個人傷害了 甚至於可能 因為你的傷害 他自殺了 或者你把他殺害了 你說呢 這個是簡單來講 從一個簡單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中心的主義同修大德 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一個人到這個世間 經過一個母親 母胎嘛 八個月 九個月 然後慢慢來培養長大 突然間因為 對呀 產生的一些衝突 或者你自己不善的念頭 你傷害他 讓他這個 結束他的生命 你說 這個果報很重 現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五濁二世 天天都有這樣的 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各種方法 都是在傷害眾生 這個都是堕在五間地獄的 所以很多的好處 說此這條不殺生戒的 你看 什麼好處呢 你跟眾生 會戒什麼 會戒善緣啊 你不會戒惡緣 特別是我們修行念佛 這一生要發願求生西方解的世界的 他能夠來幫助你 來做你的護法耶 如果今天你跟眾生戒惡緣 將來他會來障礙你往生西方解的世界的 你看那個誤打果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所以很多好處啊 像有一些人我想要長壽健康 你能夠把這一條持好 你能夠獲得這樣的果報耶 遠離病苦 健康又長壽 你看那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博聚羅尊者 他的長壽 壽命有多長 160歲 一生不生病耶 你要不要160歲 要不要 要啊 條件健康啊 眼睛看得清楚 牙齒又能夠吃東西 耳朵又能夠聽清楚 腳又走路又能夠有體力 160歲 無所謂啊 狗報怎麼要修得呢 你有這樣的狗報 從陰修的嗎 博聚羅尊者就有這樣的狗報 160歲 寿命很長喔 在佛弟子當中 寿命第一的就是他 所以你想健康嘛對不對 像我們現在的身體 為什麼常常有病 這個不舒服 那個不舒服 一個星期啊 跑那個去看中醫 或者看西醫 你看 不要說天天啊 一個星期一次啊 你就都很麻煩了 那說明什麼呢 過去生沒有把這個 不殺生這條界修好 所以影響現在我們這條狗報 所以影響現在我們這條狗報 生了一大堆的病 所以啊 一個人能夠從這個因果角度去看待 你真正在這個人生當中啊 你活得非常的自在 我為什麼這樣 我為什麼這樣的狗報 所以不殺生這個這條狗報 非常之好 太多的好處啊 最主要的呢 這一條呢 佛告訴我們 一切眾生皆有福性啊 所以梵王經裡面告訴我們 一切男眾是我父 一切女眾是我母 生生世世一切眾生皆有父母 你怎麼能夠傷害他呢 這個是簡單 用角度 從他的好處 幾個好處來為大家說明 所能夠得到這樣的八觀在皆的功德 像第二條不拖道 那為什麼要不拖道呢 你看哦 你在這個世間的 你去問一下 他們最怕的是什麼呢 他們世間人最怕的是什麼 第一個呢 世間人 包括我們本人在內 怕什麼呢 怕窮啊 那真的耶 特別是生在那種 貧窮下賤的那種家庭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願意生在這樣的家庭的 請 請問大家 你們願意嗎 請舉手 願意嗎 不管承認啊 要買東西 要買東西沒錢 什麼都沒錢 什麼都 窮光蛋 什麼都沒有 活得好辛苦 要吃一頓飯吃得好難 你要 你願意嗎 你願意請舉手 將失望 沒有人願意的嘛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國報 吝嗇嗎 隨著自己的貪欲的欲望 一直在追求 一直在霸佔 不肯不施 不肯幫助別人 天天都是貪財 甚至於不擇手段 霸佔為己有啊 把別人的東西佔為己有 原因很多 其中第一個就是這個國報 很吝嗇 我看到這種人很吝嗇 錢很多 錢越多也吝嗇 我真的 這種人太多了 我不知道 雪梨的 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的很多地方 那個人啊 也有錢也吝嗇 請他不施啊 他不肯不施耶 所以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要制定這一條 因為錢財是我們 在這個世間 維持生命的基本嘛 沒有錢財 你能不能活下去啊 你今天想要建道場 沒有人供養 能夠建起來嗎 你有道場 沒有人護持 你能嗎 今天我想要買衣服 我想要買一個電腦 或者現在供修 都是經過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網路 我又沒有手機 又沒有電腦 我怎麼辦 沒錢怎麼辦 也沒辦法 像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法未轉 法人未轉 此先轉 你想要紅法 沒有人護持行嗎 是沒辦法的 所以一般人 在這個社會上 把這個錢財 看得什麼 看得很重 而且不但很重 執著也是很深 是不是這樣 很多啊 所以過去呢 釋迦牟尼佛在世 你看那個幾孤都長者 在社會國聖基整個印度 是首付最有錢的 但是他的錢所得到的 是幫助哪些人 孤兒院 老人院 貧窮的那些人 最後來護持三保 護持釋迦牟尼佛 二十幾年 你想一想 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 最後離開這個世間 生在哪裡 多摔天 多摔天的一天 人間四百年 寿命四千歲 釋迦牟尼佛 距離我們現在的佛法 已經兩千五百多年 幾孤都長者 現在再多摔天 才幾天 不到七天 但是佛法已經距離我們 兩千五百多年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會不會修的人 能夠很區別很大 會修的人 如果這一生 沒有超越六道輪迴 他都是在散散旦享福的 不會修的人 所修的都是在哪裡享受 三二道享受 所以尊敬的 主義統修大德 從這個地方 釋迦牟尼要不要提醒我們 提醒我們什麼 不但我們不能拖到 你也要不失幫助 用你的大慈大悲 來幫助一切眾生 用你的能力 出錢出力 種種的方法 來幫助一切眾生 大家一定都知道 錢財都是身外之物 身不帶來死不帶去 沒必要過於執著 你今天幫助別人 布施別人 到最後都是你的 別人帶不走的 你今天如果幾乎再有 你也不肯 布施也不肯 去幫助別人 天天把那個錢放在集友 放在銀行 到最後死了 帶不走 將來 你能不能生在一個好的家庭 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不是跟大家來講一些大話 因為我明白這個事實的真相 所以很多人供養的錢 像這個要過年了 很多印尼的一些戶法 師父啊 我想要供養 你有沒有戶口 你有怎麼樣 我說實在的 人 所供養的 所接受的 我幾乎每個月去做什麼 不是放生 都是幫助那些老人 或者幫助那些孤兒 或者幫助一些印法寶 做一些該印的 該做的事 或者剩下的這些錢 都是放在哪裡 規劃在做彌陀春 讓這些老人家好好念佛 我就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身外之物帶不走的 生來 都帶不走的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沒必要太過於執著這些東西的 所以啊 在這一點裡面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你一定要不帶不拖道 將來還是用你自己的這個錢財 來能夠幫助別人 看到這個道場 要建道場 你要好好去布吃 好好去建築 好好去護持 讓這個道場能夠容易建起來 來利益一切眾生 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所以 過去呢 我剛剛出家的時候啊 我的老師跟我講 你可以把這個百分 分為六十四十 四十拿去供養 六十 就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用 你有這樣的分開 好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 然後最後啦 不淫欲 不淫欲的意思呢 就是因為我們啊 要過出家人的生活 你在這一天裡面 一日一月 你必須 這種夫妻的關係 你一定要避免 但是避免之前 你受死之前 你要好好跟你的先生 跟你太太要溝通啊 為什麼要溝通呢 因為現在喔 我們很多一些設備 沒辦法 讓大家能夠 在這個生團裡面 在這個道場裡面 能夠住下來 因為受死八關在這 最好能夠 在這個道場 能夠住下來 為什麼要住下來 避免一些 讓我們去犯這些 不該犯的罪 但是有一些人 因為受死八關在這 沒有設備 然後回到家裡 那怎麼辦呢 你要好好溝通 要不然等一下先生 你回到家裡 要睡覺之前 你跟你先生說 你睡在床上 我睡在地鋪 你說你的先生會胡思亂想嗎 我覺得奇怪 我太太以前還沒學佛 沒有這樣 學了佛會變成這個樣 你要溝通一下問題 為什麼呢 讓你的先生或者太太太 會是胡思亂想 是不是他已經不愛我了 他為什麼跟我分開呢 有人說分房嘛 因為你出家裡 過出家人的生活 你一樣分房嘛 除非有特殊的特別 沒辦法 你一定要睡在一個沙發上 或者一個睡在房間 要不然你要溝通 要不然他會胡思亂想 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是不是有 心上的人啊 或者外面有別人啊 或者怎麼樣 胡思亂想了嘛 他為什麼這樣 他為什麼避免 為什麼跟我離開 為什麼一個人睡一個房間 我們做夫妻應該 睡在一起的 為什麼 胡思亂想 會變成你的障礙了 對不對 也變成你的障礙了 可能甚至會跟你鬧 你趕快把這個八關在一起 這個是佛講的 這一條是佛講 不是我說的 這個很多事情 我們要去溝通 因為很多人 因為這一條裡面 影響整個夫妻的關係的 因為有些人太太不學佛 有些先生不學佛 一日一夜而已 那為什麼要制定這一條 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影響是我們生死的根本 你想要超越六道輪迴 你那個影響還存在 你是沒辦法 很多人說 我仍然沒有這個欲望 沒有這個影響 那跟石頭有什麼區別 不是 你在一日一月當中 你要真的把這個念頭 你一定要去避免 避免什麼呢 避免我們不要犯 影響我們的清靜心 因為我們這一天太短了 時間太短 獲得功德太大了 一天而已 不是天天 只有一天而已 你能夠好好這樣修持 所以愛不重不生收佛 心不敬不生极樂 所以影響這一條 我們一定要知道 像有一條叫 不割五週夜 香曼屠宰 不做高廣大床 那為什麼不做高廣大床 因為這個大床啊 就是夫妻床嘛 就是有兩個人 會影響什麼呢 影響我們的盈喻啊 像有一些人 不做高廣大床 或者做一個高大的椅子 有一些人啊 說師父啊 念佛一天很熱啊 因為這個八關再見又很熱 家裡有按摩椅啊 我按摩一下 讓這個身體精神 躺在這個按摩椅呢 酒又拿上來 腳又拿上來 一般按摩椅啊 一般好舒服啊 哎呀 真的很好 這個東西呢 我們為什麼呢 像有一些人 坐這個椅子坐得很大 像那個總裁的椅子 會影響什麼 影響我們的傲慢的心 所以這一條裡面呢 確實主要性的 是教我們怎麼樣 對這個物質的享受 你要去克服 因為這個就是能夠 帶來一個貪欲 帶來一個欲望 能夠來擾亂我們的心啊 所以盡量避免 在這一天裡面 你要避免這些 能夠避免的 盡量是避免 不看電視 不看手機 不講電話 不重要的 只要這一天裡面 你好好認真 念佛 誦經 聽經 修行 那你今天獲得功德 在這個八關再見 那真的不可避免的功德 這個就是簡單 給大家做一個 一些主要性的 讓大家要去注意 去留意 所以有人問 說師父啊 為什麼在八關再見裡面 有念一段叫做 為敬行難重幽伯社 擬重幽伯矣 關鍵在這一條 不隱喻 你能夠在一天裡面 你能夠此步隱喻這一條 你都能夠稱為 幽伯社幽伯矣的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今天你是不是幽伯社 你今天是不是幽伯矣 關鍵在這一條 主要的在這一條 所以你說這個隱喻啊 不但是正隱都不能 連連夫妻關係的想念的念頭 都不可以的 所以修行啊 說容易容易 說難不難啊 關鍵在你一念之間而已 你怎麼樣去轉它 你能夠轉呢 修行就容易 你不會轉呢 修行你來看都是很難 就是這個道理 那今天啊 這個八關在界啊 簡單啊 給大家介紹 希望大家呢 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因為啊 非常難得 能夠在這個姻緣啊 這個佛二當中 大家能夠來說持這個八關在界 今天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度的去了解這個八關在界 在這個經典裡面很多 或者大家可以看看偶一大師的註解 偶一大師對這個八關在界內容的註解啊 講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一下 裡面的內容非常的精彩 好 這個八關在界啊 成的 你能夠一日一夜 好好 應當 隨學 隨坐 隨此 那這個功德太大了 這個功德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所以希望大家 今天裡面呢 既然大家發現了 碩士八關在界 也在加強我們今天呢 有這個佛二 那我們要好好來聽經 好好來念佛 好 這些萬言啊 要萬言放下 把今天的功德 好好來修 把今天的佛號 因為在佛號當中 你能夠說出八關在界是最好的理想 你在念佛哪有時間去講話呢 你在念佛當中 你哪有時間去造言呢 不可能 所以 在這個念佛當中 而且你能夠獲得八關在界的功德 那就不可思議的 那明天啊 最後來給大家介紹這個三十七念的一些主要性的 明天啊 我們照樣就是 共修之後 就是誦經之後 再來給大家說明三十七念的內容 好 今天啊 簡單給大家說明 謝謝大家 祝大家 今天的八關在界 今天的佛一 能夠順順利利的 希望大家 能夠功德無量 祝大家 老實念佛 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